他現在要下去救人 因為現場有一台平板車 就是下面還壓著一台自小客車 半連結車衝破護欄 車身一半都卡在空中 更恐怖的是 底下還有一輛白色自小客車 女駕駛受困被壓在底下 趕緊把人救出來後 出動脫掉車排除 一度呈現90度角的連結車車頭 慢慢把它歸位 撞擊力道太猛烈 擋風玻璃都破了 而重見天日的自小客車 被壓得扁扁扁 分不清哪裡是車頭哪裡是車尾 物品零件散落 還把一棵大樹給撞倒 整個車頭都吃草肉 車主真的嚇傻 右側幾乎凹進去 而左側駕駛座只有輕微破損 事發在國道一號南下351.7公里 岡山路段20號早上8點多 一輛白色轎車違規開在路間疑似爆胎 擦撞到外側車道的半連結車 又波及中線車道的自小客 雙雙失控 重上護廊還衝到邊駁底下 造勢的那個A車自小客車造勢逃離現場 車撞到人家說走他 有的說走他走他走他會比較累 沒人知道了 其實這兩輛受損車輛都是無辜被波及 白車女駕駛全身多處骨折 幸好意識清楚 只不過釀禍的轎車駕駛 在警方來之前早就趁機從邊駁流走了 車子留在中線車道被拖回分隊 不過這輛車被改得相當花俏 而且還全車包模 雖然車頭也被撞得明明冒冒 但駕駛為何拋下愛車 自己照逃了 警方還在全力追捕中 TVBS新聞林一方宋家軍高雄報導